大家好,欢迎关注我的健康美食视频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那期咖喱牛肉视频的话 你一定对姜黄这种香料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后我最近无意中看到了一本书叫《灵压人生》 它的作者是一位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 它在书中阐述了人体的炎症和压力之间的关系 然后很多人体的微妙的一些慢性发展炎症 我们很难察觉,但其实它会引发压力 关键的是,它也强调了姜黄可以缓解肠道的炎症 从而促进人体的免疫系统健康 然后我就决定去调整一下我们家的调料盒 这个就是我们家现在的调料盒 然后我把这两个,这盒换成了姜黄 这盒换成了混合胡椒粉 姜黄粉我就是买的现成的这个亚钞 就有卖的这种姜黄粉 然后这个是大部分是黑胡椒 一少部分的白胡椒 我放在了这个研磨机里磨成的这个粉 这个研磨机还是磨得很细腻的 好了,现在我们就要去做两道姜黄的美味加油 下温 operate 可魄的东西 鮮絲 7 dm 买糖 要加糖 炒糖 混合 就要加糖 加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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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猪達 猪猪 大约6个 炒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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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吃饭了 有点淡淡的咖喱味 但是我好像忘了放盐了 所以要放姜黄粉,胡椒粉,还有盐 耶 有点淡淡的咖喱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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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